也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跟陳川第一師這樣子對話的話 對我來說可能會是比較好的詮釋方式 所以我就想比較可愛的方式去選擇 如果我自己獨居在洞穴裡面那種六年 那我該怎麼樣處理我自己的三餐 然後怎樣處理我的生活 我可能會在裡面幹什麼 對那我想到的應該就是 我可能會養一隻貓 養一隻野貓陪著我 那我必須要在洞穴裡面挖個殼 因為我有洗澡 還有排泄的需要 對那我可能會打獵 我會生活 那我可能要聽Radio 那我需要一點酒 這樣子然後吃一點花生 配一些當時的歌曲 那我可能睡覺的時候 我會想到加香菜 我會想到煙火 那我可能會偽裝 所以我可能偽裝成耳在洞穴裡面 因為我很長的六年時間都在跟自己對話 那我可能 我會跟影子說話 所以我可能會用影子 這其實是用影子弄成了一隻熊 那可能因為熊 可能是我們小時候都會寫 把貓給我們買的禮物 然後可能用一隻熊來 跟這隻熊對話 這代表 我獨自在這個裡面 六年的時候 我可能會跟自己玩了一些小遊戲